云南省昆明景备区多种形式祭奠革命烈士 美斯兵关金汤固 更易英烈铁甲函 清明节前夕 云南省昆明景备区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 走进黑龙潭烈士陵园 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 忠实履行使命为主题的祭奠活动 引导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铭记英烈功勋 史智奋斗强军 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大节日 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 到烈士陵园参观瞻仰 祭奠革命先烈 重温战斗故事 聆听英雄事迹 引导大家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争当英雄 该景备区领导告诉记者 面对庄严的墓碑 我们热血澎湃 面对先烈的英灵 我们热泪盈眶 耳边 仿佛回荡着激烈的枪声 眼前 好像还弥漫着战斗的硝烟 大家在烈士墓碑前速立 通过集体向烈士墓碑 敬献花篮 观兵献祠 擦拭墓碑等形式 缅怀先烈 济思明志 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 我们只有苦练本领 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才能不负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事关参谋魏小凡感慨地说 该景备区还结合过特殊党日 主题教育、限帝教学等契机 开展长征 陆上勿先被试剂、红军术、下宿使命、忠诚等活动 组织官兵参观长征科度纪念馆 通过一幅幅珍贵照片 以渐渐历史遗物 重温革命先被遇血奋战的战斗故事 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 感悟人民军队由弱变强、攻坚克难的壮阔历史 激发官兵和文职人员练兵备战的责任感、使命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